百福国中校长陈思斌陪同市议员杨秀玉和助理一起看着美丽的植栽 悠闲的喝着饮料闲聊享受阳光洒下来的温暖 这里不是户外咖啡厅而是由中央补助1500万元 协助百福国中刚改建完成的中央厨房以及户外空间 校方规划作为学生们食农教育的场所 我们这个厨房外面这个空间把它打造成一个大型的一个用餐的空间 然后在平常我们在实施这个食农相关教育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来进行相关的活动 对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所规划的 那因为我可以看到我们这整个的色调是非常柔和的 我们就希望给学生营造一个好像是在家里温暖用餐的一个感觉 除了明亮又遮阳相级的户外咖啡厅的户外空间 通透式的中央厨房规划 如果坐上高脚椅分隔窗户两边喝饮料吃饭 也容易让人错认来到了哪家知名的餐厅 其实这是市议员杨秀玉顺道来参观百福国中 刚整建完成漂亮新颖的中央厨房空间 最重要的目的是特地把七堵慈心宫普渡拜拜的500斤白米 转赠给百福国中作为学生营养午餐使用 那我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就是说送这个名 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学生我们这些血统 知道说我们这个我们在用餐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知道盘中就是谁吃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也希望我们这些学生这些学统要知道说 懂得感恩对我们学生我们的师长 我们老师还有我们的父母亲要懂得感恩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学校不是只有学这个学科素科 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 白米由校长陈师斌代表收下 也感谢来自社会的爱心 因为百福国中的中央厨房制作的学生营养午餐 供应百福国中 长兴国小以及华兴国小三所学校使用 白米的使用量非常大 500斤的白米给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尤其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物资食材都上涨 那这也是给我们的真正对于我们学校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尤其刚刚我讲到说真的我们会再三的叮咛我们的学生 让他们感受到说你所受到的很多的帮助 这个都是一点一滴由社会善心人士捐赠给我们的 那我们希望说学生在学校能够永远记住这份感恩的心 那将来他们有一天长大成一定也有机会要回馈给这个社会 杨秀宇也感谢七读持新宫 转正白米的爱心 造福新兴学子们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